众所周知,华山论剑正式进行了两次 但是第二次华山论剑的35年后 天下高手齐聚华山决顶 虽然未曾比武论剑 但也勉强称之为第三次华山论剑 第一次华山论剑算是最正式的华山论剑 这次由王仲阳发起 他邀约天下四位顶级高手齐聚华山比武论剑 约定武功最强者得到绝世秘籍 九阴真金 这次比武论剑长达七天 最终王仲阳逐一击败这四位高手 成为公认的天下第一 而这四人彼此之间却始终是不分伯仲 未分高下 第一次华山论剑为了争夺彩头 较量还算激烈 第二次华山论剑就成为了 只为完成王仲阳当年的约定 但是二十五年过去了 早已沧海桑田务士人为 王重阳早已离世 段皇也出家未僧 故而能够真正在意 这次论剑的就只剩下欧阳峰 黄耀诗和洪气功 而新一辈的潜力鼓郭靖也有心参与 这次论剑却成了黄耀诗和洪气功考量郭靖的武功 这也就失去了第一次华山论剑 为了夺得彩头而拼尽全力的激情和斗志 只是欧阳峰突然出现 将九阴真经 逆练成功 精神错乱的他竟然胜过东邪和北盖 这也让二人苦笑不容易 可见第二次华山论剑已然变位 就不再是真正的比武论剑了 第三次华山论剑完全就是谈天说地吹牛逼了 这次主要是郭靖领头向来华山计败恩石洪气功 于是众人就地重游 黄耀语为众位高手排下座子 于是新武诀闪亮登场 这次完全没有比师武功 比的就是胸怀和境界 而心中完全没有明笔之心的老顽童 得到黄耀语的高度赞扬 第三次华山论剑处处充满了萧条 因为这也预示着这是众人的最后一次相聚 华山论剑已经成为过往 武诀已经成为传说 从第一次华山论剑到第三次华山论剑 论剑的主题逐渐变得名存实亡 第一次华山论剑比师算是真实力的较量 因为这一次有彩头 九阴真经 又有名誉天下第一 于是五人真刀石枪的此事七天七夜 可以说正是这次论剑 确立了天下五绝的地位 也让九阴真经 变成江湖上声名远扬的武功秘境 第二次华山论剑的比师 完全就是稍微较量 未尽全力 即便是丰天的欧阳峰出现 也没有拼尽全力的比师 这一次论剑就没有彩头 只有一个天下第一的名声 但是除了欧阳峰异常在意这个名声之外 东且北盖都并不在意 而正因为想成为天下第一 欧阳峰苦心积虑想得到 九阴真经 为此失去了自己的儿子 也导致自己精神错乱 可以说他一生都放不下这个执念 也导致他一生的悲剧 而东且北盖与郭靖的较量 完全都是测试武功 当然郭靖此时也是实力不弱 但相比东且北盖 差距还是很大的 第三次华山论剑就没有一个反派搅局 成为天下高手的游山玩水节目 正是没有武功的比试 这也导致华山论剑 真的就是名存师王了 华山论剑的名存师王也是必然 老一辈已然凋零 东且南帝和中碗桶都已是茂蝶之眼 中间一辈郭靖苦手襄阳 形势严峻 青年一辈 杨国早已不想过问江湖之事 只想隐居陪伴小龙女 正是如此 江湖必然面临高手的断层 华山论剑又怎能不名存师王呢 说到家族盛会 也是逐渐演变来的 第一次华山论剑五位高手 没有任何占清代孤的关系 这五位都在江湖上雄居一方 各有各自的地盘 东邪黄药市镇首桃花岛 西渡欧阳峰 盘踞白拓山庄 北盖洪旗公图李盖帮 南帝段黄眼贯至大理 终神通王崇阳 自创权真派 可见 他们都是具有自己的江湖地位 也具有自己的影响力 彼此之间没有其他的关系 第二次华山论剑就不一样了 因为郭靖的存在 导致他们之间就存在亲戚关系 东邪黄药市成为了郭靖的岳父 而北盖洪旗公又是郭靖的师父 甚至老顽童都是郭靖的义兄 这个关系 就有变成一家人关系的趋势了 第三次华山论剑关系又更亲近了 也是因为郭靖的关系 使得后五爵 重有三位与郭靖有沾亲带过的关系 东邪是其岳父 西邝阳国是他的侄子中顽童 还是他义兄 而义登大师也与他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郭靖的徒弟大五小五 是义登大师徒弟之子 所以到了第三次华山论剑时期 都可以说是郭靖请客吃饭的亲戚聚会了 这也可以称之为 名副骑士的家族盛会了 可见华山论剑影响力越来越弱 詹琴代故关系越发明显 就变成了名存师傍的家族盛会了 在倚天屠龙祭里 名教内部可谓是高手如云 教主扬顶天资无比数 教主之下的光明左右是阳霄范瑶 紫白金钦四大护教法王 那都是可以独挡一面的人物 白为英王英天正凭借其独过武林的英昭公 就能独创天鹰教 再加上武赞人 武兴旗等等 可以说名教以一教之力独抗整个武林 可见其实比之强横 名教不光人才积极 更有镇教神功乾坤大奴役 当年教主扬顶天只修炼到第四层 就几乎独步武林 曾独闯少林寺全身而退 还打伤度恶意之眼 江湖中除了武当张三封外 再无敌手 杨霄曾身得杨顶天气重 私下传的两层乾坤大挪移功法 杨霄凭此功法 就有在光明顶 一人独占轻易富王和武三人的实力 可见乾坤大挪移 功法之奥妙要知道 明教在唐朝时期就已经传入中国 杨顶天已经是中土明教的第三十三代教主了 而上述这些人也都属于明教的后辈 既然明教这么厉害 那么在射雕和神雕里的那些明教的前辈们 都去哪了呢 按理说他们的武功应该也不会太差 为何三次华山论件中都不见有明教的前辈高手参加呢 接下来我们就开开脑洞 试着揭开谜底 北宋末年 励志败坏 盗贼并起 各处起义不断 朝廷应接不暇 其中有四股贼寇的实力比较大 分别是河北天湖 淮西王庆 山东宋江和江南方辣 被朝廷合称四大寇 其中江南方辣的声势最为豪大 起义不到一年 队伍就发展到了十数万人 占据了很多城池 于是方辣在杭州开国 自称圣宫 公开建元称帝 其义很快就席卷江南地区 威胁到了北宋最为富庶的说服重地 这下朝廷可慌了手脚 派出的镇压军队也都被方辣击败 那么方辣的队伍为何能发展这么迅速呢 这其中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明教 方辣的起义其实是依托于明教 明教教中发展迅速 而且教中高手卢云 莽将卢语号称四元帅 八票计浙江四龙 江南十二神 以及南国二十四江 其中以邓元爵 石宝 庞万春 王寅等人最为出色 这些人都是明教内部的高手 也是九经沙场的汉将 所以朝廷履私派出去镇压部队 怎么可能是这些人的对手 但是正在方辣最为强盛的时期 同样手下高手如云 同时也是四大寇之一的山东宋江 接受了朝廷的招案 朝廷正愁无人可用 于是采用驱虎吞朗 知己 利用宋江前去争搅方辣 这是一场硬碰硬的战争 宋江这边是108摩星下凡 各个都是江湖上成名已久的人 而方辣这边以明教的武林高手作为后援 其战斗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宋江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血的代价 方辣阵营则依托地形节节抵抗 最终经过惨烈的战争后 方辣战败被俘 他的起义也被彻底平定了 此役中 明教教中死伤无数 教内的高手也几乎无一幸存 而宋江这边也是惨胜 108将十不存三 所以 这也是为何宋江平定田虎和王庆的时候 都轻而易举 108将都毫发无损地回来了 只有平定方辣的时候死伤过半 因为方辣手下的高手并不比宋江少多少 从此以后 明教元气大伤 此后的二百年间 明教在江湖上销声匿迹 残余的教众也是苟延残喘 一直到了元末临初的时候 明教内部终于出现了一位精彩绝艳的人 也就是杨鼎天 他一举将乾坤大挪移 修炼到第四层 成为明教百年以来的第一高手 凭借其卓越的才能和人格魅力 杨鼎天收拢天下英才 明教声势大振 而杨鼎天本人更是怀有去除打赌的雄心 所以明教上下根本无视元朝朝朝廷的政令 可惜在他练功的关键时刻 撞破了成坤与自己妻子的奸情 情急之下走火入魔而死 明教在他去世后 寻崩无首 教中高手为了争夺教主之位 大打出手 导致明教再次四分五裂 最后在张无忌的努力下 明教重新归于一统 最终成功帮助朱元璋建立明朝 也算是替阳鼎天完成了去除达鲁的宏愿了 至此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何三次华山论剑都不见明教的高手 因为华山论剑的时候正处在北宗末年 明教因参与方纳起义而被宋江打残教中高手撕走 跑W侥幸活着的几人 自身都难保 哪还有心思去参加华山论剑 争夺什么天下第一的虚名 还是保命重要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